在每一个夏天里,运动始终是我们永恒的主题,而在诸多的运动方式里,跑步和渐走是最常见的,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运动方式了。 君不见,没到夕阳西下,无数的大野大妈破开着工坊和挥舞这旗帜,行走在道路的两旁,每天看着在各种运动排行榜中明夜铁毛,感觉很满足。 在我又兼职运动了一天的陶醉中睡去,其实,我们大可不必这样,无论什么样的运动方式,都是对身体有益的,但是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量,所谓物极必反,小心粉末倒置。 那么在这里,向大家推荐一种简单有效快速出效果的运动方式。 沈多儿,为什么推荐这个呢?我们在向下蹲的时候,我们的膝关节,腰关节都会运动起来,能够促进血液循环,长久坐下来会身体的各个部位输筋活络。 气血通常,最重要的是不占地方,哪怕就是在了一平米的地方,我们也能很轻松的做运动。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锻炼后,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腿部更加的发达,行走的时候也更加的有力量,最主要的是能够增加我们大腿行走的稳定性。 这一个功能对于少了年纪,腿脚不好的人来说,又会显得重要,而随着上下来回的运动,腿部的肌肉和肚脑的脂肪,会随着运动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少。 从而大多减肥做形的效果,看到这里,各位美女有没有动心呢?赶快操练起来吧。 最后,也正是因为在上下起握的时候,我们的肌肉去不断的运动,使得我们相应的血管啊,神经元啊,也都跟着运动起来,变得更加的富有活力,血液流通的更加粗畅。 血液流通后,压力自然就小了,而困扰老年人多年的血压增高问题,也就得到了缓解。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动作,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那么多的好处。 你还犹豫什么呢? 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一定要熟悉它的要领和规则。 这个动作虽然很简单,但是越简单的事情,越值得我们认真去做。 有些动作的要领,还是需要和大家说清楚的。 我们在下立的时候,记得两腿之间一定要有距离间隔。 在运动的时候,记得要平衡好自己的呼吸,用复式呼吸是最好的。 这个动作要分三组进行,每组持到15个,中间休息一到两分钟。 健身,想要简单有效快速有效果,做这个就足够了,其实真的不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